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一起来恭喜 林洋派你拿下的男双金的掌握 我们每一天在奥运比赛的晚上 我们都一定要来一场直播 当然今天我们的重点焦点 就是要放在羽球场上 所以请来现场的人 也都是跟羽球相关的 那除了笑什么笑 我会好好慎重来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呢 林洋派拿下了男双的金牌 那台湾其实除了林洋派之外 我还要慎重介绍有一个 他们是羊肉炉组合 然后也是男双哦 然后今天来到现场的是羊肉炉的炉 欢迎卢静尧 耶 哈哈哈 为什么叫羊肉炉 为什么 其实就好像是 因为大 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男双组合嘛 对 然后大家都会去取一个谐音 对 然后你知道我跟柏涵的名字 就是没办法 就是串起来 人家都是双林配啊 或是小李赢之类的 我们就没了 然后刚好就有一个球迷 然后想到一个很local的名字 羊肉炉 哎呦你觉得不错啊 反正我们 其实就想要炒根性一点 哈哈哈 所以你们就叫羊肉炉 我跟你讲 羊今天没有来他有事 是羊柏涵选手 所以我们今天只来的炉 可是我跟你讲 哈哈哈 等一下 菜哥我说肉 并不是因为身材 我说肉 是因为你是小鲜肉 我还小鲜肉 因为31岁了 我应该算 就他们在旁边那盘菜啦 旁边那盘菜 你对我们来讲是小鲜肉 所以你看羊肉炉的组合 帮你组合好了 这个静瑶 对然后 那找选手来 大家都很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我们要找菜哥来呢 我们一定要帮他说一下 他不是来蹭 我跟你讲 是我们拜托 千拜托万拜托 他说菜哥一定要来 因为菜哥你自己有自己的羽球队 对不对 我们那个不算是我们一个羽球队 就算是我们有三个朋友 然后约着一起打羽球 然后觉得这个运动呢 可以流很多汗 很有趣 所以我们就一起叫做羽球队 这样 所以是不同款 算是对 我们跟他们打的那种羽球不太款 不太同款 我们那羽球都会有靠近 他们打的那种好像都没有 所以 所以静瑶你说 他们打的是什么球 哈哈哈 如果妹子比较多 不一样的企图的话 应该算是教季球 哈哈哈 哈哈哈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邀请菜哥来 因为他也有羽球队 然后也很关注羽球运动 一定会有他想要了解 或是想要分享的 之间加入聊天室 那当然聊天室里面呢很重要 还有我们的这个一起运动 当家的记者梁雨婷 嗨 大家好 好 雨婷平常跑线 所以也跟这个羽球运动的选手们 也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聊一下羽球 先讲刚刚结束的这个金牌战好了 我们先请这个静瑶来分享一下 刚刚那场金牌战说实在我看的 我也很紧张你知道吗 就是刚刚的球赛说实在是 因为两边的打法其实就是 不要让对方攻击嘛 那其实两边都很清楚 两边的战略都是很清楚很明确的 然后第一局的时候是后半段吧 后半段李洋跟琴他们发挥的更好 然后所以拿下了 那第二局就更不用说 因为中国队输了第一局之后 可能会有点压力 那打法可能有点急躁 那就几颗失误之后 李洋跟琴他们就拿到竹梦拳 那当然就是胜利就是我们 开心 而且我们是一开始先第一场 先说印度组合之后 然后一路到冠军战之后拿到金牌这样 那平常你们 你说 第一场遇到印度那个组合是输嘛 那我觉得是 应该是因为是第一场球赛 那对场地有点不小心啊 还有因为很久没比赛了 就在大家都在抓感觉抓比赛的状况 那我觉得李洋跟琴他们是还没有找到他们的节奏 对所以才会输那场球 然后今天拿下金牌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我们已经累积了 今天的金牌 然后呢 等一下未必有人在跟我讲话 好好好 没有没有没有 我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原本呢 这项运动大部分拿下金牌 拿下好成绩的都是中国 在2012年的时候 中国包了五金 非常的恐怖 但是接下来版图慢慢变了 你看像台湾有这么多优秀的选手 到今年我们在双打 南充拿下金牌 明天还有小代也晋级金牌战 所以这看得非常开心 蔡哥今天有很激动吗 我今天看的时候 但反而我今天这场金牌战的时候 看的时候越看越放心的感觉 好像他们一直有办法攻破他 然后有办法操纵整个比赛 我是前面看小天的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紧张 那心揪在那边 我那时候在吃中餐 后来中餐就吃一半就吃不下去了 真的非常紧张 对 我们看到这个留言 有说蔡哥有点像脸源版的王麒麟 柏翰绝对有像吗 他们一直有办法攻破他 那个 那我要 那我要问一下蔡哥 刚比完赛的感觉是怎样 我刚觉得就 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他比我帅很多啦 哇他真的很厉害 我这边有一张照片 大家觉得蔡哥比较像麒麟 还是比较像河冰胶呢 左边是河冰胶 然后右边是麒麟 嗯 静瑶觉得蔡哥比较像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像 像齐林啊 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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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对对对 那我好奇就是说 羽球在打的时候 会不会有克星的这种问题 就是比如说他们就专克谁 或是谁真的很克谁 这种状况会出现吗 其实有耶 其实就是 打法上吧 战略上吧 那 其实 呃里昂跟齐林他们比较算是 打攻击型 就是攻守型 就是因为齐林攻击能力很强 然后里昂的组织能力很强 就是 算是前后分工很清楚的一个组合 那 呃 然后再分析一下昨天的 对对战日本的哪一个组合 嗯 诶 前天啊前天 前天 昨天是印尼小黄人 昨天是印尼的第二 是第二 世界第一 不是啊 印尼的那个双霸 对 R3跟R1 像日本的那个组合就是 他们是打防守 反击 嗯 那其实就是 有点 其实他们的攻击就有点克到 日本的组合 因为他们如果 日本如果守不住的话 其实就 可能就会取到 没有主动权啊 可能比赛胜算就会比较小 对 那平常你们一起在国训训练 像我之前去拍的时候 都觉得你们互动很有趣 就是你们会跟 其他的搭档 不是你们本来搭档 然后组一起 然后互相打 或者是 嗯 一对二之类的 或是你们打教练 我要分享一下 你们平常在国训之间 南双都怎么样训练 然后有什么有趣的 嗯 最近因为备战的时候 所以比赛比较多吗 那当然 可能会混搭的状况 就是因为 因为搭档搭太久 就是有点像情侣 每天都看 会 你知道 会吵架你知道吗 那偶尔 新鲜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就 会好一点 就是可能 新鲜感了 对 这肯定是会加强的 哈哈哈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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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什么有趣的吗 就 其实我们就是关在 我们因为这段时间备战 所以几乎都是关在出去 我们是没骂出 然后说在真的很无聊 然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打发时间吧 不过我 我是有发现到 麒麟跟李扬她们 比如说麒麟 像我是假日的时候 我可能会去做一个慢跑的运动 因为要让身体恢复 就是慢跑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恢复 然后其实我都看到麒麟 她假日的时候还在训练 对 就都没有休息 对 然后其实我都有点担心说 其实她这样子 会不会受伤 她已经练到 我觉得有点过头 你知道吗 然后李扬氏 我发现 她瘦差不多 你知道吗 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 是哦 对 你可以去发 就是扳她以前照片 跟现在照片 她真的瘦蛮多 瘦有五公斤吗 我觉得有 是可以的吗 就是让自己要再 还是压力太大 我觉得压力或多或少有吧 跟训练量其实 提升蛮多的 我们这段时间真的训练蛮辛苦 所以你有进行什么特别的训练 为什么大家 琴拼的水准都往上提升了很多 其实 就说今天的球赛 今天这个打法 那刚好就跟 我跟柏涵 还有我们就我们队练的时候 常常练的就是这一招 那今天刚好用上了 就这个打法是 呃 奇林他们比较 呃 因为奇林高嘛 跟我一样高 那面对这个平抽快打的这个节奏是 高的人比较没办法掌握 那刚好这段时间都有训练到 有练到 哦 所以你们这组合就很像 今天遇上的这组合这样 对我就觉得 我今天看他们打 我就觉得哇 今天打 应该是很有勝算 对 嗯 对 如果大家现在才刚进到聊天室 我刚好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呢 因为在这个 男双金牌战之后 除了这个 这个要为选手加油打气 鼓励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找到台湾 另外一对男双的其中一位选手 就是如静瑶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现在才刚进入这个直播聊天室的话 记得等一下 你可以针对羽球相关问题来提问哦 因为静瑶他平常呢 也都是 呃整个国家队 呃羽球队 全部都是在左训里面训练 那所以其实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 也很熟识 所以如果对羽球有兴趣 有疑问的 都可以这个时候提出来问 开始已经有很多人要问问题了 好第一个 对 这个 林洋沛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呃 我觉得我们第三者不能去评断 对你们应该要问当次人 比较好的 好 你知道你这样回答方法 让大家更有深切 想说 哎 是不是方便回答吗 我觉得双方感情好到这样是很好的 你懂吗 就是这表示说双方的默契是达到很好的 嗯 你知道刚刚在颁奖的时候啊 因为要cue金牌选手上来之前 他们两个在等待 还没有站上那个突台最上面的时候 他们两个互看 哇 这是互看双方的眼睛 我们大致想说哇 那这一路 这等一下你会被截图 对 我那一幕我看到就很像是 就是情侣就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今天就这样暴露那个婚姻的现场 然后就 牧师不是会说 哎 那你身情先对望一下 然后 之后要干嘛这样 对 然后他们刚刚那样就很像 对 你这样讲的菜哥很小 赶快跳一个双打搭档 哈哈哈哈 不过 不过如果要培养默契的话 除了在宇宙场上 场下 要不要一起吃饭 或是一起出去玩之类的 如果要培养默契的话 其实有分很多种的双打搭档 你知道吗 就是有的是下了场是完全不教育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哎 搭在一起也是工作 那有一种是下了场 还是会就是想 就是为了让比赛的时候默契更好 那他们实体消费可能会保持很好 很好的关系这样 对 比如说对啊 你说一起出去玩啊 或是一起去做一些共同兴趣的事情 然后互相交流彼此的想法 其实这个对双打都是有帮助 哦 对 那另外我还很好奇 就是我看每一场比赛 大家结束之后 都会是一个很像 呃 拜拜的那种手势吗 这样 都是 大家都是这种手势 不认识你是哪一国 好像都是这样 比赛结束是成场 对 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嘛 那我们世界有点有规定说 大家尽量不要去握手 然后因为避免那个疫情这样子传播嘛 对 然后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 学泰国队的那个 的致意吧 因为 大家也想不出很好的方式 你说这样子 也乖乖那 哈哈哈 好像也怪 有种可爱感 对 对啊 欸不过我发现 其实大家后面都没在管了啊 直接抱起来了 对 有我发现他们总有跟印尼的那个组合 有这样揉 因为那个 我也有稍微懂那个感觉 那是因为 真的双方都是集散过后 那个感觉就是 因为英雄喜英雄的感觉 哦 对 对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 双打这么容易打坏球拍 到底要在多少支球拍比赛 呃 基本上是十支 十支球拍 然后 对有更多的可能有二十支 也有可能 对 那像我是攻击手吗 我是比较 常处于是攻击的状态 那 比较容易断线 嗯 所以我 至少都是准备十支 对 所以你是上场比赛的时候 你另外九支就是放在旁边 包包里 没有还要拿一支出来啊 你如果再 对对对对 我会说就是你会整袋 就是满满的 就是放在旁边 优比就对 不会 不会整个 其实九支都拿出来放在旁边 就是 你如果手边拿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拿哪一支 你知道吗 哈哈哈 对啊 你会先敲一下 哎这支的感觉 然后哎还可以 那我就 可能先拿这支上场 然后再拿第二支敲一下 这支可能是我备用 那你就会先放 哦 对 放速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有时候 球先拉太久 其实会退棒 那 对 球感跟那个你的感觉 就会不一样 啊也会先放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如果断了要马上去拿 对 像麒麟 所以要先脑袋要先 那个 先预想说 哎我如果断拍我要怎样跑 然后怎样比较帅 然后 对 这样比较帅 那你觉得吉林有先练了很多次吗 我看他每次换都速度很好 然后不然就刚好我们得分 李洋 carry的很好 有啊我感觉他那个要去换拍 好像就是家里失火 我要赶快冲过去捏 哈哈哈 很快速 就是很很积极你知道吗 结果每次回来李洋就刚好得分了 蛤 没错 他今天打坏三支球拍 哇 三支三支还好啦 三支是正常的状态 对 嗯嗯嗯 因为双打是很容易 就ㄎ到对方的 就打到对方的拍子 所以很容易就凹掉 对不对 对啊 基本上你敲到 我们就是可能就直接短了 那 就算没事 没事的话我们也会换拍 因为 球败或多或少都有一点 可能裂掉 那你可能没发现 但保险起见的话 我们还是会选择换拍 嗯嗯嗯了解 嗯嗯 那除了装打之外 像你今天也有看那个 小天跟小代嘛 今天要来分享一下就是 今天看他们两位 比赛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小代 今天这场球 我应该是 就是没有悬念 嗯 完全就是2比0嘛 就拿下 不过我觉得昨天那场 我心得比较多啊 嗯 因为昨天那场对战泰国 益胜龙 益胜龙 他的好朋友 对你看他第一局是输掉的 对 然后你看他承受多少压力 他还能就是稳住 然后一分一分的逆转 我觉得那个心态上跟抗亚心思要很足够 嗯 对 那小天呢 天哥嘛 嗯 天哥 他今天打成龙 我觉得也打不错 因为打三局嘛 那成龙是 领域奥运的冠冲 所以他相对是很有实力 那我相信他们也有一阵子没有交手 因为中国队前阵子疫情开始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出来出赛 所以可能彼此 可能成龙在这段时间 还有精进他的技术能力还是什么 我觉得小天可能有点 对他没有那么多掌握 嗯 后来看赛后报导也有说 小天好像他到日本之后 其实他的脚不太舒服 嗯 对 所以可能也是有点带着有点状况的身体 在场上奋战 对 而且小天其实他也非常热心做工艺 我们之前有跟他去马祖牌 他去那边超基层的小朋友 然后帮那边羽球队发展 我刚刚看靳尔好像有话要说 我跟你说小天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学长 他送了我们超多的 比如说滚筒啊就是然后 嗯 反正就是一些是放松 嗯 然后一些按摩修 就是他们 他有跟我们说就是他希望我们 所有选手都能健康就是 嗯嗯嗯嗯 去去保护自己 然后也有去安排防 高姐就是他的防护 嗯嗯 对物理教师 对物理教师给我们上课 嗯 哇好用心哦 就是每个礼拜五都有一个课程 比如说要放松眼睛眼球啊 嗯脖子 哦 很强调恢复 嗯 对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会照顾完美的 对 哇很棒耶 在这羽球队里面有这么好的这个大哥 因为好像自从接触了皮亚提斯之后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在宣导推广上面 其实蛮努力的 就是他不只要自己自己好 他也希望从事运动的大家也能够一起好起来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蛮赞的 那因为刚刚聊到小天 刚好就有人问了 怎么决定自己要走单打还是双打组合 我们今天两种的都有聊到 对 通常 嗯 如果说像蔡哥那样要拔 就是要跟妹妹打球 哈哈哈 很紧张 我们那是人太多没办法 因为大家多一个球场 一定要双打那没办法 哈哈哈 没有单打单打是会比较困难 因为你你如果没有做过基本功的训练的话 你要打单打其实很容易受伤 因为你成立蛮为大 其实很常会 如果没有学过步伐就很容易受伤 所以大家选择双打会比较多的原因 就是因为第一 呃人比较多嘛大家可以一起玩 对 那基本是避免受伤 对 嗯 嗯 那我很好奇就是 我很好奇就是 你们教练在场边的时候 你们下来休息 他们都会跟你们讲什么 因为那速箭 时间我都觉得好快哦 嗯 嗯 那你必须要用什么方法 对 你不能说哦 他们可能又杀一个球 那你必须要怎样 然后你要 还有遇过那种教练是 你就打你念一点啊 不要打出界这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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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在那里你知道吧 哈哈哈 我也知道啊 对上 对方又不给我杀球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要打进去啊 对对对 你要得分啊 哈哈哈 我另外一个好奇就是 因为棒球都会 赛前会看录影带啊 然后知道对方的啊 你们也有这种资讯可以去参考吗 有 有 现在 那个 YouTube 其实蛮 就是很多球赛都会上场嘛 那加上我们现在国家队也有进步 我们也有勤手 哦 有勤手小组 对我们有就是录影片 然后他会 就是你明天要打谁 他会丢给你 然后 这时候就是你的工作了 你要去分析 这个对手 他的惯性是怎样 那 其实就 你就是要把它分析出来 然后跟搭档 讨论看要怎么配合 对 就像有建议的档案一样 这样子 对 我刚好帮 帮我们接下来 帕运羽球选手打个广告 他叫做方振宇 我刚好今天才跟他聊 其实像他的习惯也是 他每一场比赛 就会把自己拍下来 把对手也拍下来 然后所以会整理起来 然后接下来他会记得这个选手 然后因为之后可能会在帕运会 会在这个大型比赛在遇到的时候 然后他就可以知道 然后再把那影片拿出来看 然后再想一下当时的对战 然后对方是怎么样表现 所以让我插播一下 接下来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这个帕运 我们也有帕运选手会要去东京比赛 像羽球的话就是方振宇在国体的一个选手 对插播一下 好继续 好还有什么问题来看一下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们当初看到他抽到这个组别的时候 就林洋配抽到的时候 会真的觉得抓赛了吗 就是很难打很硬之类的 你是说决赛还是说小组赛 像小组赛 像小组赛 大家都说他们抽到死亡之主 其实小组赛他们最关键的就是英国那一场 第一场 对第一场 然后我也是看那一场 我觉得他们那一场 其实就有很大的胜算可以进入到贵内赛 然后结果他们输了 其实我还蛮紧张的 然后我也想要鼓励他们 但是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遇到这个状况会怎样 就是当然不希望大家 给我更多的关注 因为我必须要忍住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说 好啦我们不要打扰李洋跟齐里 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教练 会帮忙去调整嘛 然后结果没想到你看 他们竟然赢了世界里 嗯 那宏林 宏林教练是不是也扮演蛮重要的一个关键 宏林教练 确实扮演很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其实宏林教练他给的感觉就是很稳 你知道他就是面无表情的 但是他 很像哈利波特 对他就是产魔法 你看齐里他们就说他们已经遇到难关了嘛 他就说关关 你看哈利波就是有办法把他们进转 对啊 像这边有问题就是通常双打搭档你们都是怎么样选的 其实就看队眼啊 有个电道 那个眼神有电道就有可以 哇 真的是这样吗 嗯 嗯 其实其实这个我们本身后面都有球团去赞助嘛 嗯 那其实球团内部有很多的人选 嗯 那教练其实会去评估 你们的搭配起来的属性是适不适合的 那 就会去去去搭配 基本上都是球团的安排 对 但也会有那种你说也不是说试打 反正就是两个磨合之后 试用看 试用起 对 可能觉得好像不行 然后就只好再拆火再换 哦 这很常见啊 这很常见啊 嗯 那像我跟不安是 呃 我们是自己找的啊 我们就是在同一个球团嘛 然后 然后我们就想要拼嘛 我们就想要拼这次的东京奥运 然后 所以在里约奥运结束后 我们俩就合作了 然后就共同有了目标 然后就去 对 我们刚开始其实还是自备哦 哦 等到有成绩之后 我们才有了赞助 对 嗯 嗯 对 而且你们两个还一起 小小创业是吗 对 创 没有啦 就是 就是找一点事情做啦 对啊 哈哈 而且还有拍影片 有没有 影片其实我 就是有点像 是记录比赛啊 原本用一次我们想要记录 因为我觉得我跟不安的 就是去比赛就很像是 一个故事吧 嗯 然后我希望我们的故事就是 呃 有点励志啊 有点就是 其实运动选手是 出国比赛是 其实没有那么那么简单 你会遇到很多状况 然后你要怎么克服 然后你要怎么去调整 然后我们就把它 想说把它记录下 就想说 哎以后三十多岁 四十岁的时候 退役的时候一看 可以回忆一下 这边有一个人在吹楼 他说 什么时候YouTube会更新 哈哈哈哈 现在就没比赛啊 那种更新 哈哈 不然记录一下那个 奶爸生活 哦 奶爸是不是 不在我 我如果说 奶爸有分整齐了 就是像鱼球 有分遗嘱跟甲族 所以在我已经 从遗嘱进身到甲族 因为我现在 会洗屁股 然后会红薯 你知道吗 然后还会 反正 我有尝试就是 顾小朋友一点 对啊 成功吗 丹达 我成功 我老婆都很佩服我 哈哈哈 我女儿都 半夜排下排 不好意思 哈哈哈 爸爸很厉害 对啊 不过我觉得就 就就 嗯 好像 这就跟打球一样 要学习啊 然后就是 你学一下 其实很简单就上手了 对啊 但就要耐心 对 好 这边还有一位 網友问题 翻网的球 虽然有幸运 但是不是也会 特别训练 双打应该 我们不会特别做 这个翻网的训练 因为 你看很多选手 翻网都会说 不好意思 那就表示他没有特别训练 那只是运气而已 对啊 哦 我们都会想出 诶 这是不是有特地 故意练这种的 哈哈哈 不过有尽量会 就是单打选手 他们有 嗯 比较 刻意会练比较贴网 对那 相对他们翻网的机率会比较高 那双打可能就没办法 因为双打的速度太快 你翻网其实 有两个人嘛 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你在那边用翻网的时候 那个前面人就拍子在那边等你 嗯 对啊 还有一个人问 台湾目前有很多企业赞助吗 应该是指羽球这项运动 那经过这一次奥运会之后 会推荐小朋友打羽球当职业吗 应该说 会觉得 哎小朋友就往羽球这条路发展吗 嗯 就有点像之前跆拳道的感觉 啊 对 推不推荐 我不知道啊 但我可以分析给大家 嗯 就是现在 基本上企业 台湾有 合作金库嘛 嗯 然后还有土地银行 那这两个都是银行的 银行的一个球团 嗯 嗯 对 然后还有呃 雅坡 嗯 雅坡羽球队 然后他呃 母公司做 呃 航运的 嗯 对那 还有是 永元基金会 嗯 反正现在 哦还有台电羽球队 但台电羽球队只有女 女生队 女生有 对 所以大概目前有五个队 五个企业队 都是有给薪水的 就是很像是 你打球就是上班这样 嗯 嗯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有没有要让小孩打羽球 蔡哥你的羽球队有赞助吗 以后有一个蔡哥羽球队 我们都靠自己在赚钱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个 如果要靠羽球赚助的话 可能一瓶养乐多都赚不到 哈哈哈哈 那我蛮好奇 就是因为 我相信这一波会造成很大的热潮 就是大家 会开始关注羽球 然后喜欢羽球 那要怎么样 他们要去关心到大家的话 有没有什么联赛给你看 或是说 有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到大家 就是你们这些羽球队 你们接下来的比赛 对 对 对这个这个 目前台湾我觉得未来的话 就是现在协会也有 努力就是 让台湾有一个职业联赛 因为现在你看 中国有职业联赛 然后马来西亚也有 像我都是参加马来西亚联赛 然后印度的职业联赛 目前有三个 欧洲也有 对有四个职业联赛 然后你看现在 台湾其实蛮多企业 然后还有球团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可以朝 这个职业联赛的方向走 那相对就有很多机会 可以接触到大家 那你说近期可能 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是9月的特别公开赛 哦 每年的大事 每次都很多人去看 对 对啊 所以台湾最强 都会在这边出现就对了 对啊 还有会邀请一些国外的选手 哦 各国选手都会参加 对 那再来应该就是 什么全大运会 全运会这种 哦对 全运会也是 就下个礼拜 下礼拜在新北 就是羽毛球的那个会前赛 哦 哦 所以你们羊肉炉会去比吗 哦 我们刚转会 转那个户籍就是 嗯 转机 对我们之间没有参加 哦了解 嗯 对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看到羊肉炉 嗯 哈哈 最近比较最近比较差 可能到冬天了 台北公开赛 你知道吗 当然我就是疫情这个状况下 真的很多人都觉得我 我跟博安退赢啊 就退休了 其实我们没有退休 我们都每天都在训练 然后我们一样很 是一样嘛 其林他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也在做 嗯 嗯 就算我们没有参加好运 但我们也跟他们同在 我们也是一样 嗯 就是让自己觉得我们也会参加 对 我们也把我们抢劫拉高 然后去去尽量帮助他们 对 嗯 静瑶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其实台湾运动员很多 除了这一批 呃前往东京奥运 大概是六十几个 这次是六十几 我忘了 六十八 六八嘛 对 六十八位选手之外 我们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运动员 他们持续都还在训练当中 所以你可以从很多的 其他的赛事持续来关注他们 好 所以例如说你除了 你知道才刚刚拿下金牌的林洋配之外 现在要知道还有羊肉卤配哦 对 可以持续来帮他们加油打气 嗯 那我觉得我觉得 麒麟跟李洋他们这次拿到金牌 我们刚 我刚刚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国家都有双打全手 直接就嗨起来 你知道吗 大家都是很亢奋 就回来要请喝饮料 直接 你知道金牌不能用饮料吗 不能只有饮料 对 应该是要请吃饭 对 对 因为我们 我们可能平常 我们就会分组去对抗嘛 然后输的那一对就要去买饮料 然后 对 然后我跟这样 麒麟是 通常都是请你去订饮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麒麟就是很 一个很热心的人 不管他输还 啊我订一订 那你钱再给我一下 对 他就是去订饮料那一个 对 嗯 康乐鼓掌很好 对 康乐鼓掌 对 而且我记得你们很有趣 我们之前去拍的时候 然后 西林还是李扬就说 你们有一个什么 国际丹丹日 每个礼拜几到吃丹丹 哦对 欸猜哥知道吗 你知道丹丹吗 我知道南部才有嘛 对 快来赞助我们羽球选手 对 对 我跟你说 那个高雄那个卓音店 那个卓音店那个柱子 有没有 那就是麒麟 是李扬 我们哲二辉他们赞助的 你知道 哈哈哈哈 有一个柱子他们的名字就对了啦 因为他们几乎就是 呃应该是礼拜四吧 像我 对礼拜四 对啊 因为我们我们其实卓训每一次中午啊 晚上其实都提供免费的柱子 嗯 小时比较节省 我就是能吃就好 对 他们就是会 他们就是买丹丹丹汉堡的啊 哈哈哈哈 这样以后大家就知道要去卓音丹丹店 就会有机会巧遇哦 对 而且他们都还会固定时间去哦 礼拜四 我跟你讲 好 他偷偷爆料 大概是我们通常会训练到十一点半 然后你只要再洗个澡 然后再准备一下大概十二点多会 十二点多到一点的时候会出没在丹丹汉堡 哈哈哈 时间点到很明确了 对啊 有被认出来过吗 你说我吗 对啊 你们去买的时候 对啊 就整队这样子过去 其实 其实我本身我去我不会 其实我 我就是会 我也不知道什么 我可能我的个性嘛 我就是不会穿 特别穿那个球衣什么的 所以 其实就一般人一般大学生吧 只是很多人觉得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高 然后出现在这里之类 哈哈哈 我跟你讲今天这个讲完之后 我真的恳请丹丹 来赞助支持一下选手 是啊 说不定丹丹又有赞助了耶 我跟你说 丹丹九号餐真的不错 那个面线跟那个 九号餐 这个 有一个人说 有一个人留言丹丹九号餐 赞 对然后搭配那个 那个鲜奶茶 绝啊 像面线配鲜奶茶 哈哈哈 我们这个没有丹丹赞助哦 国训的营养师崩溃了 对啊 国训的营养师会崩溃 对啊 我们说实在也 也不是常常 有些可能是 要要求体重的话 其实就不会 不会去吃 去吃蛋蛋汉堡 就是会按照 营养师给你的任务 你要去 去节制 去克制 对 所以是一个礼拜 只有那么一次 对啊 就一次 好 刚刚大家有听 听清楚是哪一天的几点了 要遇到羽球队 就是那个时候去 周四大概12点半 对 周四限定了 看有没有洗澡 看有没有洗澡 记得要感谢我 你们不要忘记 是谁提供资报给你 哈哈哈 还有人什么问题吗 好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再开放 给蔡哥问一题好了 最后一题留给蔡哥 蔡哥一题 那我先想一下 我先想一下 你们先 那我们先把这题留给别人 然后再让你收最后一题 好 还有人有问问题吗 看一下 你看 大家也都说 就说丹丹来赞助羚羊跟羊肉炉 这两对吧 以后叫丹丹羊肉炉 很酷的厉害吧 所以说丹丹丹汉堡 可以把他的那个面群 跟换成羊肉炉 哈哈哈 对 然后你们来代言 对 就你跟伯涵来代言 这样很正 不用过钱 免费的丹丹吃就好了 哈哈哈 这是第十号餐 还是丹丹本来就有十号餐 丹丹本来就有十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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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几号餐 还有什么 打过 林阳几次 打赢过林阳几次 打赢过林阳几次 只有我吗 我们 西班牙的四强赛输过一次 然后 冬奥模拟赛好像是我们一 对 对 对 然后 好像 好像就两次吧 嗯 就是在萤幕上 在萤幕上 对 除了你们私下打赌之外 对 你说队列那是打 打过几百次 而且我记得你们的惩罚都很有趣 就是会 你们会发球打对方 对啊 我也很奇怪 就是 就是 他们就流行就是输的人 然后 就是站在网子那里 然后屁股翘起来 然后 大家一起打 赢的人 就是用 用权力然后去打 那个球 打 对 然后 我也说那个打当下 大家好像都不是朋友 哈哈 山红眼 会生气 对啊 我想到我的问题了 好 好 就是要怎么样可以follow到静瑶 Follow 对 要怎么样 追踪你 你有IG还是YouTube还是Facebook 可以让大家去认识你的吗 嗯 嗯 我有我有IG 对啊 然后还有还有脸书 对 IG 直接搜寻你的本名 就会找得到吗 哦 会会会会会会 应该是 就是输入你的中文名字 就可以找得到 好 好我们会持续关注 谢谢 帅哥工商 谢谢 帅哥工商 我们再等三年喔 希望你也要去打那个比赛 而且明年还有 对 我这边想要就是谢谢 就是 蔡哥 然后还有一些 现在因为现在很多就是 知名的艺人啊 或是网红 就是共同去支持羽毛球 那坐在多多少少都有帮助到 羽毛球的合作 然后 你看比较有热度起来 大家共同参与 其实我们的资源越来越多 那很多基层的选手啊 他们也是一样 就是资源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关注度够 那就有很多企业会愿意去赞助 那其实对整个一组都是 越来越好 那所以就很谢谢他们 真的 谢谢你们就是 推广羽毛球 耶 所以大家都组羽球队 像蔡哥一样 组起来组起来 不管是交际还是认真都可以啊 如果组不到有沒有 如果组不到人 就是先跟蔡哥借几个 漂亮的女生 然后先跟蔡哥 哈哈哈哈 我再出借 借队友 借匠一下 真的啦 越多人打羽球 越多人关注羽球运动 那你当然这个底部 这一层就够厚 然后关注度高之后 资源就会进来 我觉得 大家去运动中心租场地 超便宜的 然后可以打很久 然后 而且你其实还蛮难租的耶 就是你只要租下午时段 都蛮好租的 然后都会有很多帅哥美女 在那边打球 所以下午时段会遇到蔡哥 比较容易遇到我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主要在扛下午时段的帅度 哈哈哈哈 有挑战者的话 下午也赶快一起去 对对对 运动中心 说不定有机会看到蔡哥跟静瑶一起打球 哎有可能 再等我练一下说不定 会让静瑶有一点点这个威胁度 他说蔡哥名下有女子对 然后我刚看的蔡哥有什么 有子女吓我一跳 蔡哥名下有女子对 然后很多正妹 蔡哥与球队都很正 对赶快推广起来 好不好 会的会的 就靠你了 没有问题 我一年前就超前部署了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今天就真的因为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也聊得很开心 非常再次感谢就是静瑶跟蔡哥 一起来到我们聊天室里面 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次的比赛 然后还有推广大家一起来 这个打羽毛球 那更重要的是明天还有什么比赛 羽球 谁都比赛 小带 带 冠军战 对金牌战 知道金牌如果他拿金牌的话 我们公司有一个人要跳那个 就是戴智颖的加油 陈翰点的舞 对陈翰点的舞 很洗脑的广告 你说什么戴智颖 戴智颖第一 我爱你 对对对对对 我那老婆 我老婆 我老婆 你那老婆是什么 好像有很多歌的感觉 吓死我了 就直播喔 好好讲 我老婆今天就是一直在唱这一句 我说 她说这是广告词啊 对啊 对 这很红欸 对啊 明天全台湾唱起来 真的真的 一定可以的啦 两斤 对啊 两斤 对 好啦那今天非常再次感谢两位来宾 好 那我们明天大家持续来关注戴智颖喔 谢谢大家的参与 晚安 拜拜